看见幸福的体调输国 生命也是我诺你我的心 生命也是我诺你我的心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鸿发行 人世间快乐都过于悲伤 人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人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 人世间和平多过于挣扎 人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 人世间情绪多过于浅满 人世间感慨多过于贪婪 人世间良善多过于歇然 人天空抱有最初的未来 人心良入海被点点拖垮 人生命随缘聚散 接下来就 venues 希望大家看到很久 晚五到r 归 affili 人 собственно 喜替满 给点赞 兩瓶Er Nice 我们这么快乐 这里 để亡山大不进 封信 花的世间 罪敞 乘散 千 bullshit 各位来到台南海边黄金海岸 这是最重要的 修行不离开我们的身口意 我们的身体绝对不要去伤害到别人或其他众生 包括别人国家财产 所以身体不杀身不偷盗 乃至呢不邪淫 那么今天不但不邪淫 还断除难理淫欲 我们的嘴巴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背后讲是非 不讲没利益的语言 我们的嘴巴 讲真实的语言 讲柔软好听的话 哼哼 不能讲不好听的话 我们嘴巴绝对不去讲别人的过失 我们的嘴巴要讲话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这句话对对方有很好的利益 可以让他快乐 可以让他学佛 我们才去说 那各位这样听你知道哦 但是你要去做 故意要去练习 要去练习 以后你们可以骂我 师父你今天讲话不甜 你要准备一个巧克力给我 我要改变了 我要讲话甜甜的 又好听 你骂我可以 我不骂你了 现在请徒弟骂我 我不骂徒弟了 我要改变 这个叫修行 修行是你决心要改变 你不想改变 那这个修行跟你没有关系 所以各位今天八观再见 要看到每天 看到现在开始 各位都在笑 好不好啊 握着对方的手 哈喽 然后呢要对他好 你们知道面好面糙 我受了委屈 我老公昨天赌博输了 不回家了 我很伤心 不行的 所以我讲八观再戒的意思 千万不要说 我不造恶 菩萨的八观再戒是 我要造善 我要跟他讲好话 我要让他快乐 我要让他极乐世界 念下来 永远爱众生 永远不让他受苦 永远称赞他 永远疼惜他 好不好 各位好啊 各位你老公有小三 没关系 我还是爱你 我还是尊敬你 因为你要给他留一个圆满的佛性 学佛最重要 八观再戒 除了清净 他要我们恢复圆满的心 圆满的佛性 没有一点缺憾 没有一点愧疚 所以各位千千万万不要给人家一个罪恶感 愧疚感 或认为对方对不起我 不能有 很多人说你是鬼你不要靠过来 不会的 你是鬼 但是我的心是佛 你进入我的心 所以心佛众生 我终于昨天开悟 是在你内心里面完成的 让佛进入你的心 今天八观再接 念佛进入你的心 然后呢 让所有送苦的众生 进入你的心 不是在外面完成的 心佛众生 在你的心里面完成的 让他合为一体 如果你非常的拜佛 尊敬佛 在这个世界你恨一个人 你就没有佛在你心里面 你这个世界不能恨一个人 不能抱怨任何一个人 你只能爱每一个人 所以这一点 你要准备好 如果各位 我今天要讲的是大乘的八观再接 心佛众生 三无诈别 都在你内心里面 最温暖的心去接受他 去让对方快乐 各位我想 为了对方 你要很激励 大乘佛教的修行 持戒 不是压抑 不是约束 持戒 是以这个为基础 去爱众生 去给众生快乐 去讲激励他的话 让他从地狱激励到极乐世界 只有一个念头而已 但是你不能排斥他 你是鬼 我不跟你讲话 你是魔 不行 那魔一起过来 魔 我告诉你快乐是什么 如果你有法喜 菩提心的快乐 魔也成佛 念一下 那么无称大悲 诸元不动 不动如来 那么伯洁发地 所以各位要把这个佛陀的 现在要讲六念法 要把佛陀的所有的法喜 放在你心上 灌在对方的身上 灌进去 让他享受到你的法喜 就像你很爱你的先生 你中了爱国奖券投奖 你要把这个法喜 持心 一直融入在对方的身上 一只猫 一只狗 超度是这样 就像你去欧洲旅游回来 好漂亮 你要回来跟你儿子说 儿子好美哦 好美哦 下回换你去 妈妈帮你出钱 就像小朋友明天 要吃好吃的 要去眼足 晚上睡不着 而且精神很好 为什么 明天太好 所以我想各位 不要有灰色的思想 也不要跟人家讲灰色的事情 因为那个是虚幻的 永远激励对方 永远自己受苦 佛陀最伟大 你的苦完全给我 我的乐完全给你 他不让你诉苦 阿弥陀佛也一样 那一次 待业往生 众生最怕恶业 但是阿弥陀佛把你的恶业吸收 把最庄严的精髓连花给你 就像观音菩萨 把生命的精髓甘露给你 阿弥陀佛把生命的精髓连花的世界给我们 但是到他面前 你所有的业 所有的烦恼 他把你吸收掉 你不用讲 讲了就是要诉苦 诉苦那就是痛苦了 各位要把握这个 凡是你见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你的父母 子女 这个叫佛法 大乘佛教 视众生为父母 要从心里面 你不能就停在一个理论 所以要这样去对待他 所以我想 每一个爸爸妈妈要走了 他就是要看儿子一下 这是对的 每个阿嬷要走了 他要来看一下儿子孙子 他就甘愿了 我这样跟各位讲 八观摘戒是生口意 除了消极的 不杀生 不偷盗 不起烦恼 现在积极的 你要如何让对方很乏喜 很快乐 安慰对方 让对方离苦 所以阿弥陀佛教 我们一定要念这个 念一下 阿弥陀佛 大乐心众 你要把阿弥陀佛的乐 传递给人家 跟我念一下 恩 阿弥陀佛 爱して 奉舍 恩 阿弥陀佛 爱して 奉舍 记住哦 如果你忘了 你就舍舍舍就好了 欧玛尼 背面奉舍 这个戏字 就是把阿弥陀佛的 极乐世界 那种快乐 就进入在众生的心 他就去了 因为那个乐 就是阿弥陀佛的莲花 一到了莲花 又香又美 又清净 然后呢 就一直在听 阿弥陀佛说法 然后这个莲花 可以载他们到 十方佛净土 去参访 然后这个莲花 又载着他 进入母胎 所以让他享受到 阿弥陀佛的 所有功德的快乐 就像一个爸爸 他赚了一辈子的钱 就是要把这个钱 交给他独生的儿子 要让他快乐 他知道他儿子 愿意接受他的财产 这个爸爸就超度了 所以我们要接受 阿弥陀佛的心 然后呢 让阿弥陀佛的心 在你的生命里面 表现出来 你就会 我爱众生 所以有个小朋友 问我说 师父你为什么要 一直念阿弥陀佛 什么意思 我说你注意听 他就看我 我好爱你 我就抱他一下 以后换你念 所以阿弥陀佛的 阿弥陀佛的四个字 清净的大爱 莲花的大爱 所以你千万不要 把阿弥陀佛说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要跟我讲话 阿弥陀佛 我在念佛 你不要吵我 你这个人 你不懂佛法 你以后会往生一个 没有阿弥陀佛的 观五百年的 不错的地方 但是那边没有佛法 五百年 因为你见不到 阿弥陀佛的心 所以 无量寿经 讲得很清楚 发菩提心 一心装念 弥陀名号 要发菩提心最重要 谁都会念佛 但要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就是大悲为根本 无所得为方便 去爱所有众生 都让他们成佛 我这样说的意思 希望各位 今天八万再结 一日一夜 保持这个心 好不好 然后把这个心 用回你的家里 社会 用一个礼拜 没电了 再回来充电 八万再结 要你七天 充电一次 充电 你又充电了 然后你又继续爱 爱到没电 再回来 然后要爱到 念佛三昧 不断地给众生快乐 不断地给众生 发喜 所以每个人都要恢复 像小孩子一样的美 快乐 可爱 好不好 脸可以老 心不能老 我最喜欢看那个八十岁 牵着九十岁的手的 阿公阿嬷 在海边散步 好美 这个一定是净土的 好美 但是最大的 伟大是什么 牵着每一个众生的手 载着每一个众生 抱着每一个众生 去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莲花 是在他的怀抱里面的 阿弥陀佛的爱 他爱所有的众生 你再怎么不好 没问题 待业往生 你杀死爸爸 没问题 来我这边就没问题 他没有排斥 所以我希望各位 千万不要排斥 千万不要跟我说 你爸爸对不起我 我妈妈对不起你 我太太对不起我 你有这种想法 那你是制造痛苦的人 制造对立的人 所以我们永远都是 甘心甘情愿的 接受对方 这样还债又快 然后又可以让对方快乐 但是话又讲回来 你不快乐 你没有力量给别人快乐 你心里要像今天早上一样 我刚刚来啊 我吃了一个煎包 赞 喝这 喝了一瓶米灵 我最喜欢呢 我一上来 太好了 一分钟吃完 所以我今天精神 我觉得佛法叫什么 吃得好 对不对 煎包加米浆 我不能喝豆浆了 我哪里喝豆浆就拉肚子 一砍 米浆 天啊 对不对 旁边还摆一个牛奶 No 他想要叫我 叫米加加牛奶 还是说师父让你选 所以那这个就是佛法 不然我想说 今天传八观在街 拍名了 饿肚子了 要撑到中午了 所以但是马上就吃好 马上就下台 睡两个钟头 精神好不好 没问题 尽力吧 但是我是希望 各位要 把佛陀的心 佛陀的法喜 爱众生的方法 学佛就是培养 爱众生的力量 爱众生的智慧 如果你没那个习惯 那没关系 现在培养 一天一天培养 培养一天 培养两天 就会培养 我想任何一个东西 都是培养出来的 所以我们叫什么 来 掌养慈悲 对 没关系 生气了 培养一下 退一下 休息一下 再进步就好了 因为没办法 马上做好 如今是帮助你的心的 深入精脏 进入你的心 让你的心圆满 快乐 柔软 接受 那这样就和平了 所以你身上生病 快乐 接受 它就改变了 它不会跟你打仗了 你一直跟它排斥 打仗 阿Q 不甘愿 那你就太痛苦了 要爱就爱到底 不然呢 就不要去爱 你要修解脱道 可以 但是你要修菩萨道 这个人我不喜欢他 不喜欢照爱 这样就好了 你把他当佛陀 你把他当观音菩萨 你把他当妈妈 你把他当妈妈 你去爱他就好了 所以这样就可以改变 各位 听清楚了没有 我一定要念出佛的慈悲 感受到佛陀的悲心 从你生命里面表现出来 各位 你要为众生念天 把天上的快乐 布施给众生 所以你要知道 天堂的快乐 包子的好吃 米浆的好喝 豆浆的甜 你都要懂 花的香 人的美 你都要懂 因为布施给他们 记住 所以各位 今天你吃一顿好吃好吃的饭 你坐到一个很舒服的椅子 捏下来 把所有的快乐 也不断地制造快乐 给地狱到 好不好 给饿鬼到 跟非洲可怜没饭吃的 所以你吃的 你故意要吃好吃 不是为对方 不是为自己 为对方 我吃的最好吃的 我要把这个味道 供养给地狱到 好不好 当你牵着你孙子的手的时候 把这个快乐 布施给那些孤魂野鬼 你知道孤魂野鬼 我有一次想到心肝快裂掉 我有一点感受到他们的苦 天哪 几千万年 孤孤独独的 在想着他最爱的儿女 然后他的心就一直裂 然后就不能死 哇 各位你不要下去孤独地狱 你会 你没办法接受的 他那种孤独 他那种痛苦 所以 当你牵着你儿子的手 当你抱着你老公的时候 请你把爱给他们 佛教不是叫你不要爱 各位是在家居士 你们可以布施爱 我们出家人 布施慈悲 下回我算了 我抱一只狗来想好了 然后你要把这个 小狗的可爱 快乐 布施给他 可以 所以 而不是切断他 不是切断他 把它提升 把世俗的美 成为净土的美 把世俗的爱 成为一种净土的慈悲 你要布施给对方 所以 各位一定要找到 那个点 那那个点都在你左右 很简单 把佛陀的心放在这边 用佛陀的心去爱别人 好不好 很简单 你喜欢拜地藏王菩萨 把地藏王菩萨的心 放在你这边 然后每个人都是你的妈妈 去呵护他 把阿弥陀佛的心放在你这边 每个人来 宾至如归 欢迎到我家来 我家有温泉 八公河水 别墅给你住 七宝琉璃 土地给你采 黄金铺地 音乐给你听 这么多鸟 咬咬咬咬 五根五粒 八菩提 七菩提支 然后你就超度了 天天送你去 其他佛的净土 所以你要把这个 你享受到 这个叫大乐心咒 这个叫念佛三昧 然后布施给他们 布施给无间地狱 所以好吃的 好喝的 快乐的 完全布施给他们 你说那个不是佛法 佛法要断欲望 因为他们很苦 你就布施给甘露 甘露给他们喝 他们饥渴的钥匙 所以观音菩萨的甘露 不会间断 一直在递甘露 吃了即解脱 所以各位要 原来大乘是利他 而不是约束自己 慈悲才是戒律 帮助众生才是戒律 让他快乐是戒律 你让他快乐就超度他 对不对 给他面包 给他好听的话 给他漂亮 我想像我昨天度那几个女人 你看衣服一穿都升天了 可美了 哇黄金珠宝 衣服给他升天了 你不能给人家一件海青 我要躲了一个极乐世界 你给他海青他变鬼 你不能把自己的方法 你要用对方的方法 用对方的方法 所以我想我现在变成 变成反正24小时 要管超度 要给人家爱 对不对 然后要去每天帮助别人 睡觉越来越短 但是这个短 就是让你充分的去使用 所以各位今天主动来参加八观再结 快不快乐 你看你们还有上海来 他跑过来 人家坐飞机来 对不对 追着跑 我们要去受八观再结 我们要去听佛法 那我要负责快乐 不然我要负责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还有那个法系 就像我来见各位 我必须很快乐 对不对 因为大家相见欢 为什么要去净土了 我们又不是要去哪里 不是孤木搞灰的 我要去做阿罗汉 阿罗汉是 我早一点死 我不要活了 活得太痛苦了 那我们做菩萨是 活得快不快乐 因为帮助众生 才是我们生命存在的必要 但是我要求各位 回去让你先生很快乐 好不好 回去让你太太很快乐 回去让你家人很快乐 回去让你的公司很快乐 因为你是佛教徒 不要讲他的缺点 不要念他的缺点 你存在的目的 让你的先生快乐 让你的太太觉得你很爱他 他就会拜佛 了解吗 他就会学佛 你千万不要排斥他 我吃肉 我吃素 他吃肉 我讨厌他 那你会很可怜 那你跟我说 那师父离婚了怎么办 那你不会去爱隔壁的独居老人 我抱几个给你好了 还是流浪狗 反正这个世界要爱的东西太多 你可以去爱 哦 师父晚上没有到场共修 我刚才跟你讲了 我发现了殡仪馆 人家24小时通宵了 哪里没得念 还需要我们去 那么恨哪大哪里 所以各位 没有理由不修行 没有理由不快乐 只是你懒得快乐 所以保持精进 你不不失不快乐 不失才会让你成佛 从今天开始发愿 没有一个众生因为我而受苦 好不好 尤其嘴巴 尤其嘴巴 千万不要用你的嘴巴或眼睛 去瞪人家 去讲人家 好不好啊 你不要说 义正持眼 我又没杀生 我又吃素 哇 你的脸像鬼 你以为我不杀生吃素 你就有在修行 因为你没有爱 因为不忍对方受苦 像我的儿子啊 他一感冒啊 我就没办法睡觉了 我的心脏就跳出来 所以我后来 我跪着跟我儿子感谢 我说 儿子啊 你是我生命的老师 再来就是我妈妈 我妈妈只要一点痛啊 我就要裂掉 我从小就是这样 我妈妈心情不好 我妈妈胃痛 我妈妈吃不下饭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不是执着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一往生 我就快乐到不得了 她没痛苦了 她没痛苦了 她完全没痛苦了 因为我妈妈活着 就是为了生我下来 生一个和尚下来 我不愿意她受苦 所以我努力的 让她没有一点点苦 所以我才知道说 这个叫悲心 这么爱她 儿子给我慈心 妈妈给我悲心 所以各位你要有对象 爸爸给我尊敬 我爸爸我太尊敬了 他是一个最优秀的人 最严格的人 没有人比他头脑还好 没有人比他眼睛 像老鹰一样的准确 这样他才可以教育儿子 不松散 专注 专业 我从小就是专业 所以因为要训练自己 才能够去服务别人 所以各位要念这个 念法 所谓法 释迦牟尼佛帮助众生的所有的法 你要会用 地上菩萨怎么帮的 尊圣佛母怎么帮众生的 祖师大哲怎么帮众生的 你要会用 去学习这个方法 所以各位要记住 全断云域 当然我还是要讲 有一位菩萨 问我说 他老公 对他很热情 他都不能守 八弯再戒 我说 这是你修行的助言 他不是 你不是不能守 当你跟你老公 在一起的时候 他抱着你的时候 他抱着佛陀了 你要观想 他抱到了 什么最美的佛母 你让他 你让他感受到这个 你要去观想 因为你是在家人 你可以这样子做 你一排斥 你也痛苦 你老公更痛苦 那你干嘛要结婚 这个时候你不能说 今天我是八观再戒 你怎么跟你老公说 今天我是八观再戒 你只能说 今天好 我让你变菩萨 让你今天就超度了 你就对他好 对他温柔 这个是菩萨 菩萨不能硬邦邦的 叫法子 菩萨是让对方 这个快乐 这个动机 是让对方能够离苦 你好好陪你老公去散步 去吃素 他喜欢看电影 你就陪他看电影 他就会跟你一样 守五节吃素 你不要说你去你的 我要去拜佛 对不起 梁皇宝灿 七天不见你 老公去死 你要说我陪你去 你要让对方快乐 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 你老公要抱怨你 那你就挨打 像我老师说 我要出家 这前两年 我让我太太 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女人 最美的女人 我每天就是对她很好 因为我要出家 我以后不能再这样对她好了 所以当然这也有个好处 让她永远忘不了我 让她下辈子再来找我 然后我再度她 但是我不留给她一个不好的印象 所以就不是说我要出家 就把她切掉 不是 所以我只能说 我的心永远跟你在一起 我没有离开你 但是我能够修行 也是因为我要供养 因为我爱她 我也知道我尽量用这种方法 我爱她 她才会爱我的爸爸妈妈 她才会爱儿子 她才会快乐 只是我做得不太成功而已 只是我有这个心态 我做得不太好 所以但是各位 方法我会 所以当然要透过修行 透过修行 所以我现在也要 我经常都回向给她 后来我再想说 我天天回向我妈妈 我既然没有天天回向 我过去太太 我搞错了 我要每个都回向 每个认识的都回向 所以各位 从现在开始 每天晚上你就会感觉到 有一股力量 海盗法师在跟你回向 因为我见过你 我要 我现在已经学会了 每次到机场 很多人在飞机上 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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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哄 供养 供养 所有的功德 让对方啊 连睡觉都在偷笑 因为这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活着的意义 所以我告诉各位 来 你自己一定要快乐 才能够不失快乐给别人 记住 你一定要快乐 喝水喝得很甜 吃饭吃得很甜 睡觉睡得很甜 因为你才能够把这个甜 布施给众生很甜很甜 很快乐很快乐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这个 甚至你看佛像 最美 最庄严 最好看的 最庄严的布施 谈成 把这个供养给恶鬼道 恶鬼道变成谈成 变成莲花 那第一道里面充满甘露 佛前的一切 所有的供养 都是要给的给他们的 供养他们所有的庄严 最美的 所以你的眼睛要变最美的 你的鼻子要变最美的 你的嘴巴要变最美的 因为你24小时都在供养最美的给别人 这个叫大乘的念 保持这个正念去帮助 但是对自己呢 守戒律 守戒律不是一种压抑 是一种清静而已 清静的心态 去给别人最好的快乐 世间是苦 但是你不染世间苦 身体得癌症 但是心里很快乐 这个叫出事 出事不是离开这个世间 但痛苦里面 你却不痛苦 在肮脏里面 你却清静 所以各位你要观想 你去上厕所 排出来是什么 是大便还是甘露 是大便还甘露 最香的 这个世间没有脏的东西 你要了解 为什么极乐世界这么清静 这个世界没有脏的东西 这个世界没有污秽的东西 凡夫认为他是无悔的 一个佛心认为 一切都是甘露 一切都是最清静的 你要这样去观想 所以你的先生 要找你去清静 天哪 我今天要做佛母了 去吧 你的太太 力量很大 老公睡觉 OK 今天要做佛陀了 你不能说 可怜哦 我要出家哦 我要八观宅戒 你可以有欲望 但是把欲望变成一种法喜 一种菩提心 这个叫大乘 多读一下静明经 唯摩戒居士如何转化一切 而不是排斥一切 所以唯摩戒居士叫妙喜 从妙喜净土来 所以妙喜净土是不动佛的 所有的 连生小孩子都是欢喜 一般生小孩子是苦 他要让生小孩子的妈妈 生小孩子最大的法喜 生出来是最漂亮的 连魔都变成最大的护法 这世间没有恐怖 没有生病 没有痛苦 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学菩提心 所以这就是佛陀要创造的 这样子 出世间就是说 虽然你在这个世间 你看到的是污秽的 对立的 但是你的心可以转化这个世界 各位记住 忏悔不用经常忏悔 你曾经做错了 什么事情 很虔诚的忏悔一次 然后最重要 决心不再犯了 再来呢 赶快去帮助众生就好了 过去我杀生多 那我现在多放生 要不 过去我骂过我爸爸 所以我忏悔一次了 然后我就开始每天 去跟我爸爸讲他喜欢听的话 这样就好了 你要积极 你不能在一直那边消极的忏悔 却不积极的去弥补 忏悔一次就够了 你对不起你太太 跟他忏悔 太太我对不起你 我邪淫 但是我以后不会再犯了 OK了 然后你就天天对他好 OK了 但是千万不要 那如果还要再忏悔 可以替众生忏悔 愿全天下男人的邪淫都我来忏悔 这样就好了 愿全天下所有杀生的痛苦 我来忏悔 愿因为杀生邪淫正在受苦的众生 可能在恶鬼道地狱道了 我们替他忏悔 但是对你自己而言 要有一个决心 一忏悔 永不再犯 那这样就过了 我发觉现在很多人问题 就重复重复 个性不好 爱骂人 并大笑 然后他就永远改不掉 那没有忏悔 所以各位你现在念这个 你要知道 你哪里有问题 你的心态 你的讲话的方法 你对待别人的某一些态度 你真的要决心改变 然后赶快积极的去微笑 积极的去讲话 就像我是不讲话的人 我是酷酷的人 我师父说不行 你去接电话 叫资客 你去接待 天啊 你去跑银行 天啊 你去横春 哇 那时还想磨 一直给你磨 叫我去读佛学 那太容易了 那时还给你磨 磨到你个性改变了 主动了 要从这里面去学很多东西 所以各位要 有这个决心 忏悔过去的错 然后恢复清静 然后积极行善 决心 发誓 改往 不再做了 修来 做该做的 后面这句话 太重要了 各位你只要走路啊 吃饭啊 穿衣服啊 你都要这样想 骗缘法界 因为这个骗缘法界 各位 菩萨界是心界 就是说 你起心动念的时候 这个心就要跟法界连在一起 身闻界是身体的界 我不杀身不偷盗 那内心只要不要起心动念就好 那菩萨照不一样 我的心连接所有众生 我的心连接十法界 这样了解吗 念下来 一心连接十法界 对 你要一心连接 创造十法界 十法界一心所造 所以你的心要影响佛的法界 你的心要影响地狱的法界 所以各位 你受菩萨界 我插一朵花 这朵花 上供十方诸佛 菩萨 生文 圆觉 阿罗汉 上供诸天 上供地狱 你插一朵花 要连接所有法界的所有众生 台湾两千四百万 你喝一杯水 两千四百万人都喝到了 你布施一瓶水 两边四百万人 你替他布施了 你要开始念习 那这里面要我们 遍远法界 所有法界 维系的众生 递上了一只小蚂蚁 无间地狱的一个众生 你都为他在守戒 为他在布施 为他在点灯 这样好不好啊 你现在手上抱一个小baby 刚刚讲的好甜啊 把这个甜 融入到给每一个人都甜到这个 那每一个人都不再孤独了 今天你念阿弥陀佛的极乐 哇 极乐世界将来往生了 太好了 但是你要把这个太好了 融入在地狱法界 这个叫什么 发菩提心 体解道道 发无上心 也就是说 念头 可以串联一切 所以各位你身上 有没有一只全世界最厉害的手机啊 就在你心里面 人家叫苹果手机 我送你一只莲花手机 阿弥陀佛那一只叫莲花手机 然后呢 这个手机可以 跟所有众生的心 放在一起 观音菩萨给你一只手机叫甘露瓶 它不是甘露 甘露是水吗 不是 甘露 任何东西 一接触到它 一点到它 就像恶鬼道 一滴到甘露 马上变天人 就是这样 马上整个身体都发光 所以各位你要做别人的甘露 好不好啊 让你的爸爸发光 让你的儿子发光 让你爱打麻将的老公变发光 光光光 你要去跟他念 他摸个麻将都发光 碰 开脱了 然后呢 你要一直这样想 变缘法界 没有对立 没有排斥 完全接受 改变它 我经常去监狱 我为什么监狱就是不好 不好才要我们去好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话 还没那么快乐 我到监狱讲话 我就会跳起来跳舞 因为我爱监狱这些人 我爱监狱那些女人 个个白白嫩嫩的 这么会吸毒 我就变孔雀王 给你吸 孔雀王土甘露给你 你马上个个都飞起来 变孔雀了 没关系 你要什么就给什么 但是你要愿意 愿意 你不能说 建议跟我没关系 那要想尽办法 去连接众生 佛教里面讲空性 不断的强调 来 跟万事万物 所有众生 连在一起 母子连心 连在一起 母子相遇 那就快乐 菩萨没有单独的爱 我爱我儿子 我爱我老公 没有 菩萨是透过爱儿子 小乘是断掉儿子 菩萨是什么 我爱儿子 但是因为对儿子的爱 去爱所有众生 了解吗 你并没有断掉 你对你儿子的爱 你要不断的爱你儿子 然后以这个爱 去爱所有的众生 那就对了 像你结婚了 那你要好好的爱你的先生 爱你的太太 透过对他的爱 让他很快乐 很发喜 被尊重 然后以这个心态 去爱所有的生命 这样懂不懂啊 要如此 你去大小便 当然舒服了 排掉了 不然怎么办 那你要让所有众生 都排掉不好了 都得到好的 而且排掉了都变成甘露 没有不清静的 因为用慈悲心 让厕所的那些痛苦的众生 吃急解脱 这个叫发菩提心 你穿衣服 愿所有的恶鬼道 没衣服穿 你穿衣服 愿所有的恶鬼道 都有衣服穿 愿北极南极 冷得要命的动物 都有衣服穿 以这样来过生命 一一戒中 不是光这八条 每一个念头 站在大秤子 心 每一个念头 都连接 使法戒众生 这样 那你要连接 最好的方法 我再强调 用佛的心去连接 不要用你 不能用你 像我现在坐在这边讲话 我没有说我是我 我现在必须变成 释迦牟尼佛在传八观哉戒 变成欧弥陀佛在告诉你 极乐世界的庄严 不能有我 如果万一有我 我马上破三昧耶戒 我修密秤的 破三昧耶戒 没有我 只有佛菩萨 去帮助众生 你要承担 这没什么好骄傲的 因为你也是佛 我也是佛 众生皆有佛性 三昧耶戒 就是用佛性来过生活 不能够离开佛性 佛性展现出来 也可以叫菩提心 用菩提心来过生活 那你要 辩元法戒 一切有情非情境界 发 发就是我对你 用菩提心来对待你 小偷来你家 你先生破坏你 乃至你朋友伤害你 你依然要对他发 菩提心 来为他守菩萨戒 来爱护他 所以 那这样来守菩萨戒 才是菩萨的八观哉戒 然后 才有更多的功德 不是贪功德 更多的功德 供养给众生 更多的功德 让你早一点成佛 因为你成佛了 你将来可以帮助众生 赶快成佛 各位最好把这条给断了 断了 虽然我是出家人 当然要罗事 各位是在家人 但是你也要把他断了 断了不是 当然那怎么办 离婚了 不是那个意思 菩萨就是 没有心形淫欲 却用淫欲度你老公 这样了解吗 却用淫欲度你太太 那可以 但是你没有欲望 那今天呢 是故意断 那平常呢 没有欲望 他这样 你煮一碗好喝的汤 给你老公 给你太太喝 那就对了 你要让他快乐 但是你没有欲望 你要开始学这个 你不能觉得很痛苦啊 很排斥啊 各位你不要千万说 我学佛了都不化妆 有一个老公说 叔叔 你也跟我没讲一下 在家里不要化妆 没关系 还穿黑的 他今天 我们家不是活死啊 他在抱怨 叔叔你敢吗 我说我没敢 我跟你说 所以各位 你在家里 你先生要你怎么样 你就穿着装装一点 好看一点 要今天礼拜六 穿个运动鞋 陪他去跑步 弄 我要念阿弥陀佛 拜八观哉戒 你要陪他去跑步 不然他你老公 变孤独的老人 在海边跑步 你好残忍啊 你要随顺众生 还可以度众生 因为你这么修行 不是想要回向你老公健康吗 不然我跟你讲 他马上给你中风 你就发疯 你就不用八观哉戒了 所以在这一点 菩萨戒 圆法戒 也就是圆众生 圆所有人 圆先生 圆太太 圆爸爸 圆公司 圆国家 你都要对他们 爱护他们 令他们离苦得乐 虔诚秉授 各位 你将来决定要做法师 先去卖膏药再来 你才会讲话 哎呀 讲不停 哎呀 又讲又会讲 这就是训练 我真的被训练出来了 我师父以前 我师父以前教我 在这边念 然后他在后面听 天哪 我做维挪 没有麦克风了 不像他们 现在还有麦克风 没有麦克风的 我这边 我唱到最后都听得到 我在唱 忏悔 可惜你们以前不认识我 我唱得真好听 因为被训练出来了 现在没法度了 现在还会断气 所以我以前 我师父都 因为军人嘛 军人叫训练 所以我跟我师父说 师父你是佛 他说为什么 不然怎么训练我成佛 然后他说 对呀 你施工也是佛 我说对呀 你们都好言 你没有佛 怎么训练佛 我就继续嘛 所以又要这样训练 你要自己愿意接受训练 没有理由的 不能说 没有借口的 师父说一就一 说二就二 这样 因为师父为你好 那也要训练你做佛 这个是菩萨戒 发现是敬畏来计 敬畏来计 好好的持戒 不失不堕落三恶道 好好的修治他交换 把所有快乐给别人 把别人所有痛苦你来接受 而且只有一个目的 适度众生成佛 用尽各种善巧方便 引导众生成佛 念佛生净土 等等 大家一起跟着发愿 发愿的时候 你要观想 十方法界众生 诸佛欢喜 九法界众生 发愿一起成佛 你要观想 你发愿的声音 融入 各位要练习 像我已经习惯 我在这边讲话 我所有的声音 是佛的 进入最深的法界 无间地狱 最高的天 所有的净土 都听到这个声音 你要这样练习 就像我们点个灯 上至诸天 下至所有地狱 都有这个灯 这个灯代表净土 所有净土 从这个灯看见了 然后开始修这个法界心 跟着这样发愿 所有众生都成佛 成佛最好的方法 方便 就是往生净土 最好的因 那就是发菩提心 所以那菩提心 就包括忍辱啊 慈悲啊 思维空性啊 等等 为什么要回向慈悲 这个钱本来是你的 佛陀说 给人家吧 这个功德本来是你的 你现在修到的叫福德了 但是不思给众生 叫功德了 所以我们所有努力的 都供养众生 愿众生都离苦得乐 都成佛 那叫毁一项 因为八万灾界功德太大了 后面形容了大 你不是贪 这个大 是让你觉得 我好慈悲哦 这么大的功德 就像你今天拼了二十年 终于把你公司 从亏损的状态 变成上市的公司 银行还有一百亿 然后呢 你就供养给国家 供养给弱势团体 这边 我这个人开了三个孤儿宴 哎呦 没钱 我上市公司 供养你 这个叫回向 那回向会让你 很快速的 安住空性 累积成佛的质量 叫波罗蜜 也唯有这样子的无我 然后呢 加上完全的供养跟奉献 而且希望对方都得到 所以各位 你为了要让对方得到 像下面前面的花一样 好认真的擦 擦得好美好美 妈妈早上四点就来炒菜 等到我们十一点 要回来吃午餐呢 妈妈最大的快乐干嘛 就看到我们在吃它 早上就起来准备的午餐 要让它吃下 你们吃下去 所以我学佛以后就变了 我还没有学佛以前 吃去吃饭啊 然后呢 吃完就 现在不一样了 跑到厨房 我那猪该要乎吃 然后陪他洗碗 陪他洗碗 帮他擦 我要赞叹他 因为我在想 我替我爸爸讲好话 我爸爸从不讲好话 只会骂他 因为我儿子来赞叹他 所以我妈妈每次知道 知道我在台北 她就会看电视 她就赶快准备好 然后 我不见得回去 但是她都准备好了 但是我实在有时候没时间 但是我心里就会挂着 我妈已经帮我准备好了 但是我今天没办法回去了 这样 但是我就会打电话说 妈妈 人家要请我吃那个一顿两千块的 那我妈从不抱怨 她不会说 我给你煮好了 你不回来 我妈不会这样讲 她从不给我们压力 她煮好了 但是她都不讲 她说好好好 这样就好了 一个不抱怨的 但是我知道她都准备好了 所以各位我想 我们要做众生的妈妈 就是这样 要让我们为众生都准备最好的 最好吃的 最好听的话 最漂亮的 最高贵的 然后要去供养她 她不认识你 但是你供养她 这叫回向 那既然你要供养 你要把修戒 戒律要修得最圆满 菩提心要发得最圆满 你可以把最美的供养给对方 最圆满的 各位记住这句话 每一件事情都是最好的 每一句话 每一个事情 写个字也要写得最美的 美美的 我每次看人家写 归一证给我 这个字 以后规定 字比我丑的不能写 字比我漂亮的 才可以写归一证 人家一辈子才得一张 那个写的怪怪的 然后我字又 我又字又好看 人家也是 我也是苦练出来的字 我师父说 做个出家人 字不漂亮 你修行吗 天啊 这样 出家人是什么都是最庄严的 你写字给对方 都要最庄严 你讲话给对方 要庄严 你穿衣服给对方看 这样庄不庄严 要庄严 你要时时刻刻很庄严 因为你要给众生 所以各位这个 既然要回向 各位把什么事情都最老 最圆满 以最圆满的功德 来回向 你看他们 人不切可惜 装不装严啊 不断的在发菩提心啊 你四个 不断的在帮我们消灾啊 福报大不大 但是不是我们得到 结合三方面的功德 我刚刚在地下室 来 共万灯 共万水 下午大放生 所有的功德 回向给众生 好不好 供养 就像女 女为月己者荣啊 一个女孩子 很爱这个男生 哦 他化妆三天三夜 就跟他约会半个钟头 他准备了这样子 这么有情调的一个餐 他要给对方吃 对吧 这样 那各位 这就是佛法 但是你接受者要很快乐啊 所以 各位你今天晚上 你明天吃饭 你老婆煮好了 你在那边合掌 然后看你老婆说 哇 我吃到甘露了 哇 太好吃了 老婆 我吃到甘露了 我要升天了 我今天去一镜赚大钱 我赚了钱 通通给你买衣服 这样 你要这样讲 你要有这个心态 因为你在修行 知道吧 修行不要酷酷的 冷冷的 冰冰的 那这样以后 你不是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像开飞机 每个人都让他坐头等舱 你睡觉吧 时间到了 我叫你起床 吃饭 然后你再睡觉 然后要这样子的想要去 服务对方 好不好 各位义工 我们现在明年开始 所有做义工的资格 是什么 念一下 微笑的脸 柔软的语言 你才有资格做义工 不然都去做 相机菩萨 去做饭 你不笑煮出来的饭 也一定很难吃 既然你要做义工 那叫实践佛法 叫微笑 要这样了解了 修行要断除了 这是三亚 恶业 贪嗔痴烦 种种的爱发脾气 太急 太酷的习气 那这个消灭了 你才可以把正面的展现出来 去做正面的 所以你只要好好的发行慈戒 慈戒可以成佛 包吻哉戒可以成佛 我今天顺便跟各位说 就像我这样在讲话 我故意讲得很圆满 声音要调到最好 各位这个是供养 我想一个唱歌的人 他就是希望把最好的音响 音乐 歌词 内容 去感动对方 去让对方去享受这么好听的声音 那这个你要学 你千万不要说 反正我喜欢这样讲 我喜欢那样讲 因为你要想着对方 喜不喜欢听 适不适合 恰不恰当 你要随时调整 所以一个大秤的心态 是他心是贴着众生的心 他需要什么 我显现什么 所以配合对方 不要有个性习气 我不喜欢笑 我眼睛都是像什么 像克药一样这样 呆滞呆滞的 不能这样 你要随时展现 因为你要配合对方 然后去引发对方的 修行快乐精进等等 那各位要开始学这个 随时因为大秤的教育 所以八观灾界 不见得说有法会在来 只要是灾日 然后你各位去老人院啊 但是你从家里要坐起 今天早上起来 你太太问你 你为什么今天在笑 你为什么早上 主动帮我去买豆浆 回来给我喝 你这么爱我 因为八观灾界 所以八观灾界 是我要去服务众生啊 老婆 东午带你去吃 一顿两千块的 素食 所以下午带你去佛光山 拜佛 因为什么 八观灾界 所以你要了解 大秤的 他目的 都是在让对方 发起充满快乐 请各位抓住这个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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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Dizziness and Fainting If these symptoms appear, seek care right away and tell the doctor length of symptoms what vaccine you received and when 善用慈悲的能量 釋迦牟尼佛以无量节的修行 征服了自己的心 也成功地消灭了无名 贪欲与嗔恨 佛陀更以无私的大慈悲心 征服了我们 征服了世界 由此可见 能够掌控自心 也就能够掌控全世界 佛陀的堂弟提婆达多 一直处心积虑想要杀害佛陀 有一次提婆达多生病了 佛陀依然前往探望 并且佛陀以他的威德之力 令提婆达多的病情马上好转 提婆达多的病好了以后 仍然继续陷害佛陀 但佛陀依然继续地慈爱提婆达多 如此的无私与慈悲 就是我们要向佛陀学习的慈爱啊 面对问题 唯有以利他为出发点的慈悲 才能解决人生的各项难题 利他的悲心 会使我们更全面地看待种种问题 我们也才能够以全面地了解 解决诸多难题 这也是对应痛苦的有效良方 当社会开始缺少互助 信任与慈悲时 我们将会一直生活在痛苦 紧张与恐惧之中 因此对他人多一点慈悲 就是给社会多一份安定的力量 互助、信任与慈悲 才是你我共处 安定社会的主要力量 佛陀已经为我们一切众生 引导出一铁特效药方 用以解决世界以及人类的问题 这铁药方是什么呢? 就是绝对的慈悲 超越相对的绝对慈悲 是人类社会和平相处的基石 能化解人与人 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并能增进生命之间的互助 善良与光明面 慈悲具有救护一切的力量 怨恨只会招来危险与诅咒 希望拯救自己 拯救众生 就要保持慈悲 若不希望遭逢危险与诅咒 就先忘掉怨恨吧 修行的目的 只是为了让一切友情 获得安乐与解脱 除此之外 别无其他 将对至亲的爱 扩展遍及一切生命 我们将会感受到 原来无私的慈悲 远胜于有求必应的如意宝珠 爱变得无私 也就不必担心会再失去什么了 世界是动态的 是相待的 并且是富有感情的 我们对一朵花 生起一份喜悦的心 这朵花就会开得更美 更香 同理 对大自然界的生命好 他们也会给予一个好的回应 因为整个宇宙 就是一个生命之间